民宪宗陈化年间秦宏后面担任陕西刑抚 在陕西的秦王府中有骑兵的教官横行霸道 当地的居民生以为苦 秦宏全部将他们捉来就办 绝不宽淡 那么秦王就向皇上禀告告状了 说秦宏欺蔑皇亲贵族 皇上非常生气 下令锦衣卫将秦宏逮捕下狱 关在监狱里面 命令亲近的大臣上亨 去查秦宏登记的家产有多少 或者把他没收 结果上亨 去查一查只有皇间一批 皇间一批 几件旧衣服而已 这个秦宏的围观亲人 穷到这种程度 只有皇军一批 还有几件旧衣服 这古代的家武恒禅 这围观非常清廉 那上亨就将秦宏贫穷的情形 回报皇上 皇上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当到巡护怎么都没有这些家产呢 亲自查业他的家产 后来发现是真的只有皇间一批 几件旧衣服 皇帝就非常赞叹他 赞叹不已 下赞叹释放秦宏 并赐给他一万钉的银子 以表扬他的连结 并调论何然行服 秦宏道论的时候 刚好太监汪子 也刚好有事情到这个地方来 当时汪子的威势正是如露中天 很显赫的时候 其他的行服呢 都悲公欺欺来求见他 只有秦宏先平等你 汪子知道秦宏他很忠贞又廉洁 更加敬重他 秦宏暗中将汪子的事情上书皇帝 所以汪子多带骑兵护卫 骚扰地方百姓 后来汪子回到京城 皇上就问汪子 哪一省的行服最贤能 汪子说 只有秦宏最连结能干 那皇上出示秦宏的书文给他看 他说你看 秦宏说你骚扰地方 你看汪子怎么说呢 汪子叩头论罪 而且还不停地称赞秦宏很贤能 可见这个秦宏呢 他的德行实在是 让这些恶人碰到他呢 也尊敬不已 所以汪子就跟皇帝 不停地称赞秦宏很贤能 皇上最后呢 原谅汪子 汪子还是有一点点良心未敏 他讲真心话 那皇上最后还是原谅他 后来秦宏当到上书 以前古代的官主叫六亲 上书等于部长 部长